解释第十三章第八节 放诸在地霜明智从沧西以来 没有记载被杀之高弱 生命杀上的人都要拜他 在我们两三天之前曾经说过 其实有一件事发生了 直到全球在最后三年半 绝大部分人都知道基督徒已经被看了 并且知道现在就开始是三年半大灾难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都妥协接受这里我们所说的 撒旦将要给的六六六叉使 或者是拜撒旦 所以贴定他们不能上天堂 因为他们已经在他们眼前看到这些事情发生 不过他们甘心被这个大迷惑 去欺骗他们 因为如我所说 可能他们从来没有动用过信心 或者同心 只是用过他们的好奇心 就是他们的信仰度 但问题就是 就如我所说 三年半大灾难当中有我们所说的这种形态 这种社会 这种人民的内心 发展在全世界 最主的理由 就如我所说 就是发生了很多很多圣经所说的其他事件 而导致这些发生 包括 就如我所说 在被提前的最后的大复兴 最后的劝慰 最后的收割 在一个大收割的时间 很多人的灵魂预备好 竟然在最后借着这些劝慰 而去收割 当各样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时候 神就正式将全世界推入这个补考的光景当中 而我身为建立一间教会这么多年的一个牧者 我就亲眼看到神 现在将全世界慢慢推入这个光景 你看看全世界究竟他们的食物 可不可以维持 接着的五十年 他们现在所说的污染 可以维持接着的五十年 我们曾经都跟大家分享过 它的石油可不可以维持接着的五十年 它们的银可不可以维持接着的五十年 其实只是为了银 为了银不能够维持接着的五十年 你能够想象最先将的国家的脑 是能够在想什么 我们就是想一下银会上升 但是先将国家不是这么想的 先将国家知道在宇宙里面 是没有另一种的物质 我说全宇宙不是全地球 在全宇宙里面没有另一种物质 是比银更加导电 比银更加反光 比银更加传烈 在现在电子世界当中 是绝对没有第二种物质 是取代到银的 你知道吗 换句话是什么呢 换句话就是我们所说 在电子世界 在科技世界当中排第一 全世界最重要的那个行业就是什么 就是军事 在军社短短的 现在我们手指数了 十年之内 全世界的军事将会缺硬 你知道吗 所以最先进的国家要知道 到时十年后 他不是最先进的国家 因为他所有东西都生寿 他所有东西都不能发射 到时最人多的国家 才是最强大的国家 所以最先进的国家 一定在这段时间 打了第三世界大战 一定要统治全世界 使得他不用再用银去统治全世界 明白吗 所以你会看到 如果从政治 从任何资源里面所看 我们现在所说的 就是过去二千年这么稳定的社会 将要荡然无存 你看全世界 无论是食物 无论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暴动 很多将政府推倒 将这些的总理 这些的政府 或者这些的总统拉下台 这些的现象是来自全世界 基本上就是资源缺乏底下 才产生 就算现在我们讲的经济崩溃 都是因为这件事 原因就是 他们的经济 其实如果地球上不断有资源 他继续可以骗下去 但是问题 你继续印钱 但是这些人没有变包 你继续印钱 但是那些银缺货 那些金钱又缺货 那怎么样 所以你会看到 现在我们所说的 会不会一样东西 根本不能再过多五十年 从所有客观的因素 我们看见 我们都是走去末世 我们所说的大复兴 就在我们眼前 将一定要发生 而事实上 你要看到 难道所有东西都偶然 神所创造的万物 无论银 无论石油 无论资源 无论土地 无论污染 无论地球的容量 对污染的容量 为什么这么巧 就是这几年 我们去到一个终结呢 这个理由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神预定了的 你只要放眼去看 我们整个环境 你就知道 这个已经不是我们所熟悉 在历史上所说的地球 我们是极端大的变化人 但问题 就像我所说 我身为一个牧师 当我看见这个复兴将要诞生的时候 但同样也看见 在这个复兴当中 需要的两个原料 第一个原料就是神的话 你知不知道神的话 我相信你也经历过 神的话对你内心的改变 对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改变 是好像魔术一样 是不是 你发觉 神的话其实在任何时代 都是人类的答案 但问题 在未来这个时代当中 普遍神的话 再教他们如何上夫教子 教他们如何洗自己的子 公书教学 教他们过马路的时候 放工手法 红灯的时候 不要冲红灯 叫他们开车的时候 不要转动 这些都是神的话 但对不对 终于我们将要面对的新时代呢 不行 因为未来的时代 都要是战争饥荒混乱 他们要更大的神迹 更大的需要 在那个光景当中 让他们知道 在平安稳妥的时候 他们可以认识神 但在灾难的时候 他们的神还在吗 神知不知道这章要发生的事情呢 神究竟在这个光景当中 要有什么信息 跟他们说呢 明不明 2012的信息 就是排第一 我们所发言 就是神的话 很明显 所出现在启示上的演变 我们以前过去27年所说的 每一篇信息都是神的话 现在说的2012 都是神的话 但问题就如我所说 如果将要现在世界走入这个光景当中 第一样他们需要的元素 就是神的话 第二 他需要一帮神的子民 懂得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将天国带来他们 这个就是这么多年里面 我们亲眼看到我们教会 一路一路成长 但每一次成长 神都让我知道 这个成长所需要的元素 我们七个人变七十人 七十人变七百人 七百人变现在二千人 其实每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都知道 就是要用什么工具 什么方法 是能够使我们迎接 跟着来的增长 无论经济人才 到我们所用的物力 比如要多少个巴士 音响要怎样 我们要多少个家序 家序负责人是怎样的训练 那些不是自然就存在 不是香港就随手可得 我们所拥有的很多东西 无论作歌或者电影部 香港很多教会 那些民所未民 无限制的级数 即是不能理解 为何我们能够做到这些 原因就是 神给我看见 当我们教会向上 跃进的时候 其实我们 一定要拥有某些东西 才可以承担和迎接 跟着有增长 过二十七年里面 我亲眼看到 这个增长和这个需要 但你知不知 在我2009年的时候 我开始去这套讯息的时候 我所见到的需要就是 我们一定要 每个弟兄姊妹 懂得以一挡百 甚至以一挡千 那种的抗战方法 再不是你一个人跟进一个人 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学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能够一个人 跟进一千人 就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你们 能够懂得用 Sing Calling Folumn 用Blog 是要影响 和帮助很多人 多远的人 他们突然间 因为在大复兴当中 电影节目 想让你们知道 就算最少的一个 到时 你们将会一个 都帮100个 不过 不是用你每日 打电话给他们 或者打长度电话 给他们 现在你知道 一两个就可以打电话 亲切一点 他们也有这些需要 但是到一千个的时候 他们都知道 你不可能打电话给他们 但是如果你用Sing Calling 你要看到 现在就像我所说 在昨天所说 就是我们用Sing Calling 你们已经学了 如何一个家序负责 是可以跟进 百多至二百个弟兄姊妹 明白吗 弟兄姊妹 现在你在写 这个主日感言 或者是 这个灾在的感言 但是到时 是写你自己 信仰的感受 所以 我就在这几年亲眼看到 其实我们最需要 最需要去预备 预备 预备在这个大复兴当中 所用的工具 就是大家要知道 金笔 你懂得去用 网上这个工具 对 未来一年里面 或者这几年里面 OK 我们会不会用到这个工具呢 你看回我们过去27年里面 你看过去27年当中 神所赐给我们的哪个工具 我们不是用到尽 而并且发觉 那个工具 是到用的时候 你发觉 就好像输到用时方很少 是不是 你看过去 神给过多少东西 是不是 神教过我们多少东西 神教过我们多少系统 我们有鱼网阵 我们有家序系统 有对一系统 是不是 你发觉我们最后有电影部 我们建立感人短片 你见不见 神每一个给我们的工具呢 都用到尽 你能不能想像 到现在我们要升联系统呢 你用到尽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跟进多少人 就像我所说 一个2000人教会 可能要跟进20万人 或者200万人 但是弟兄姊妹 你预备好了吗 因为神正在预备 我们教会做这件事 你预备好了吗 你预备好了吗 解释第十三章第八节 犯珠在地上 明知从沧西以路没有记载 被杀之羔羊生命贼上的人 都要拜他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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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